就是写出白紙黑字寫明 香港年金計劃和私營公司年金計劃 買年金那筆錢是豁免不計算做資產 而每個月派發的金額就會計算每個月的入息 很多老友都會問奈榮 究竟香港年金和奈榮所屬的公司年金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奈榮選中生年金有三個很主要的因素 第一我老的時候年金要幫我抗通脹 第二就是我病的時候年金可以幫到我有應急前 第三就是我死的時候 我都還有價值留給我的另一半或者是親屬 隨著葉生的年紀越來越大 跟香港年金不同 就是他非保證預期的中期紅利 就會隨著他的壽命越長滾得越大 而香港年金就隨著你的壽命越長 他的保證現金價值就會越來越少 甚至跌倒是零 我是黃奈榮 Dominic 以前在社署長者生活津貼做過差不多三年 現在是註冊的強職金中介人和保險中介人 奈榮現在主力在三方面幫大家 其中一方面就是幫大家退休收入終身有保障 奈榮屬於Project Umbrella 團隊 Project Umbrella 是由三位律師組成的 專業財務策劃團隊來的 奈榮以前都拍過一系列 關於長者生活津貼 和鉴積金、保險、物業車位、車和現金的關係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click進去看一看 奈榮很希望幫到大家 過一個安穩富足的生活 保富、創富、存富、積財、聚財、聚財、私財 奈榮戴定頭盔今天分享的資料 只是給大家作為參考之用 無論你有沒有錢都好 每一個人都需要理財的 理財其中一方面就是你的現金流去管理 如果你懂得運用奈榮的幸運黃金四葉保 幫自己製造終身退休收入的保障 你就有終身的現金流入你銀行戶口 你的銀行戶口就好像中間這幅大海的圖畫 永不乾堂 你除了有現金緊急應急之外 你都要學習如何幫你在銀行戶口那筆錢去增值 抵禦通脹 中生年金每個月派發你的錢 都能夠限制你每個月的支出 以免你洗特了和洗了未來的錢 所以奈榮強烈建議 平民退休的基本組合 就是長者生活津貼加中生年金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了解這個 退休基本組合 可以看回我這四條片 退休人士只要懂得運用奈榮的幸運黃金四葉保 透過中生年金配置多出的資產 其實就能夠申請到長者生活津貼 給自己有個中生退休收入的保障 奈榮一直都和大家說 買中生年金最大的著數 是長者生活津貼 豁免買中生年金那筆的錢作為資產 只是計每個月派的金額作為入息 透過中生年金配置多出的資產 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這個做法是完全合法、合規、合情、合理的 如果你計算一條數 這樣做其實這條數相當黃美 很多老友的都會問奈榮 究竟香港年金和奈榮所屬的公司年金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奈榮所屬公司的年金和香港年金 有些地方很相似的 就是我們每個月派的年金 都是定額保證 而且是派終生 直接派到你香港銀行戶口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寫出白紙黑字寫明 香港年金計劃和私營公司年金計劃 買年金那筆錢是豁免不計算做資產 而每個月派發的金額 就會計算每個月的入息 所以無論你是買香港年金也好 或者是私營公司的年金也好 買年金那筆錢 申請賬借生活張貼時 都是豁免不計算做資產的 奈榮講得清楚明白嗎? 奈榮所屬的公司年金 和香港年金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其實有三方面不同的 包括是應急前看病 嚴重認知障礙症 和身故賠償方面 奈榮選中生年金有三個很主要的因素 第一我老的時候 年金要幫我抗通脹的 第二就是我病的時候 年金可以幫到我有應急前 第三就是我死的時候 我還有價值留給我的另一半 或者是親屬 年紀大 機器壞 話想癌症 中風 心臟病 骨折 腦花 耳鳴 體牙 昏迷 認知障礙症的機會率 都會大大提升 當你去到75歲打後 身體的毛病開始多 你會發覺周身骨痛的 有些腦有記 都可能需要請工人去幫助自己 去到85歲打後 都可能已經是一個高齡的老人 可能都有需要 入住老人院都未頂的 奈榮發現有很多老友的 其實他們沒有醫療保險的 很多時候退休都是靠公立醫院 奈榮發現有一些老友的 以為公立醫院 其實做手術是免費 但其實不是的 給大家看一個圖表 公立醫院常見十大手術的費用 看回你手術不同 收費都不同 視乎你去哪一間醫院 和你做什麼的手術 手術的費用都不同 如果葉生他一筆過270萬 買了香港年金 每個月雖然拿到15,660元 但當葉生他要緊急應急去醫病的時候 他可以怎樣做呢 香港年金幫不幫到他呢 幫到的 不過他有一次的機會 就是提取醫療和牙科開支的特別款項 不過他有一個風險的 那風險是什麼呢 就是葉生只能夠進行一次的特別款項提取 拿了錢之後 他每個月派發的年金金額 就會是相應減少的了 舉個例子 葉生65歲用了270萬 買了香港年金 到他75歲想拿錢去緊急應急的時候 他有多少錢可以拿呢 他只能夠拿到中間那一行 保證退補價值 括弧保證現金價值那筆的錢 75歲他可以拿到830,069元 但如果葉生不是75歲 而是81歲的時候 才要是緊急應急 他有沒有錢可以拿到呢 你看一看 他的保證退補價值 括弧保證現金價值 在81歲的時候是多少 是零的 所以當葉生去到81歲的時候 他還可不可以向香港年金 申請這個特別款項提取呢 那Living所屬公司的年金又有什麼不同呢 Living所屬公司的年金 沒有限你任何原因去拿錢 令換性會更加高 舉個例子 葉生65歲 放了270萬在Living所屬公司的年金裡面 10年之後 葉生已經是75歲了 他已經拿了超過120萬 而他可以是緊急應急那筆錢是有多少呢 預期大約會有160萬 隨著葉生的年紀越來越大 跟香港年金不同 就是他非保證預期的中期紅利 就會隨著他的壽命越長 滾得越大的 而香港年金就隨著你的壽命越長呢 他的保證現金價值就會越來越少 甚至跌倒是零 啊聶榮你這幅圖好難明白啊 不明白你說些什麼啊 不要緊 Whatsapp93283367 Whatsapp93283367 和聶榮預約見面 聶榮會慢些跟你去講得清清楚楚 讓你聽得明白明白 去到你75歲 可能因為自己有醫療的開支 是不是支出都會多了 那如果葉生當初65歲 懂得利用聶榮的幸運黃金四葉保 幫自己製造終身退休收入保障 15644元 其實他已經幫自己做了超過200萬的醫療儲備 因為在65歲他收支平衡的關係 10萬元的緊急備用金沒有少到的 30萬的收息組合都是沒有少到的 而他的中期年金呢 在他75歲 預期會滾超過160萬 如果75歲不需要用這筆錢的話 去到85歲他會越滾越大 所以透過終身年金 其實都可以幫助自己去製造越來越多的醫療儲備 那麼聶榮都恭祝大家 除了長命之外 都能夠健健康康 退休規劃不是一個普通知識 需要是專業的知識、技巧和經驗才行 如果你覺得聶榮專業可信可靠的話 Whatsapp 9328-3367 9328-3367 來觀塘和聶榮見面了解 全方位理財的分析和規劃 不是那麼簡單的 就好像葉生的個案為例 聶榮要幫他考慮收入和支出要平衡 退休規劃方面 如何透過終身年金分配多出的資產 以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呢? 雷榮制定退休規劃方面 都有不同的原則要考慮 其中兩個原則就是現金保障優先 和風險管理優先過收益的原則要考慮 究竟我要多少錢才能夠安心退休呢? 我算不定 雷榮都會跟你解決一下 究竟你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你需要為自己去準備多少錢 為什麼要做退休規劃呢? 因為今天有錢 未必代表你明天有錢的 現在富有都未必代表永遠富有 以前賺到錢都未必是將來留住到錢的 退休如果沒有規劃呢? 只是拼圖來的 如果退休有規劃呢? 那就不同了 是一個藍圖 你很清楚知道自己將來 是過著一些什麼品質的生活 平民安老退休規劃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就能夠幫你資本保值 經過雷榮精打細算之後 都能夠幫你的老闆去增值 製造到終身退休收入的保障 幫助你退休更加安心安定 安穩安樂 隨著醫療的進步和科技的改善 大家都發現越來越長命了 長命都面對不同的風險 每一個風險 雷榮之前都拍了片跟大家去詳細分析 打架的風險當然是通脹猛於虎 通脹都會令到大家每個月的生活支出 會是多了很多的 65歲至75歲是退休第一個階段 你是精精靈靈靈 不需要別人來照顧 但是75歲你出入醫院都開始多了 可能都需要外傭去照顧你 到你85歲你發覺身體大不如前 甚至有老人癡呐症 需要入院去照顧 老人院那筆錢又準備好沒有呢? 就算不是認知障礙症 而是中風啊 中風都需要是長期護理的嘛 這個風險大家都需要去考慮 大家會見得到每一個風險呢 就好像一個炸彈 如果我們現在不做風險管理 將來就只能夠做危機管理 雷榮為何不做社署呢? 就是發現社署只能解決一些 炎彌之急的問題 反而不能夠是未與籌謀 預防問題的發生 人生如期 有智慧的人會提前報告 目的是幫助你 退休的收入大過你日常的支出 雷榮在社署長者生活津貼裡發現 很多老友記 退休之後 真是單純靠長者生活津貼去過生活 但是計一計數 只是靠長者生活津貼夠不夠呢? 是不夠的 因為長者生活津貼只是 托底補貼你基本三餐的溫飽 和大家計一計數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 他做了一個調查發現 退休人士真實每個月的退休開始 在2022年來說是13800元 現在長者生活津貼派4195元 4195元除13800元來說 長者生活津貼只是頂到三成而已 所以其餘的七成是怎樣? 靠自己咯! 長者生活津貼不是全包只是托底 你希望過的退休生活 是一個怎樣的退休生活的品質呢? 透過年金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只是開始 因為長者生活津貼 廣東計劃或者福檢計劃 都有福檢審查要防復的 第一個伏就是儲蓄保險 長者生活津貼是計儲蓄保險的現金價值 和紅利作為資產的 有些銀行職員或者保險顧問 會是廣不廣的 他就說這份保險有人壽成份 所以長者生活津貼 已經白紙黑字寫明 人壽是豁免不計算資產的 這樣的說法是完全誤道理的 因為社署已經白紙黑字寫明 人壽的保險 他的現金價值需要長時間累積 你舉個例子 坊間有些傳承保險 你看計劃名就已經知道 他有傳承兩個字 傳承保險長者生活津貼是否計算資產呢? 當然要計算 大家看看他的保證現金價值 當他在第5年他供滿60萬元的時候 他已經保證金額已經是472,392元 這筆現金價值不是長時間累積的 所以絕對要向社會福利署申報 不可以不申報 有老友記問匿榮 這份傳承保險算不算資產呢? 匿榮就問他 誰說怕胸口不算的? 老友記就回答匿榮 他去過社署問過社署說不算的 匿榮就要和大家說一說 福檢審查不是社會保障辦事處去查的 而是長者生活津貼中央處理組去福檢審查的 到時真的有什麼冬瓜豆腐的話 是長者生活津貼是向你追討多令款項的 所以就算你腐乳過關的話 真理好戲在後頭 匿榮都不能夠救你了 匿榮已經拍片說過 儲蓄保險和傳承的保險 都要計現金價值和紅利的嘛 有些老友記就明知自己已經是資產超標 但博僥倖社會福利署查不到 真實在太天真了 因為當你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的時候 你已經同意社會福利署可以就你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作有關的調查 包括是向政府部門、銀行和其他團體 將你的資料交給社署作進一步調查的 如果你的入息和資產都已經是超出社會福利署的規限的話 你要是和社會福利署去申報的 明知或者故意不申報 你會有被檢控的可能 當社會福利署真的查你的時候 公務員新姑娘准慢慢跟你去抗戰 但社署查你的時候 食油不安坐不落 究竟你可以撐得多久呢? 日日擔驚受怕 是不是你想要的退休生活方式呢? 人生不能重新來過一次 你有一個更好的方式 去配置你現在的資產合法、合規、合情、合理 你有更好的選擇去過一個安穩退休的生活 如果你覺得聶榮專業可靠、真誠的話 真是WhatsApp和聶榮去聯絡 約時間去觀塘見面吧 問一問自己 延遲決定有沒有令你退休 遇見的問題消失呢? 但可以肯定是什麼呢? 時間一定消失 大家聽過時間就是金錢 以業生65歲為例 一筆國整付保費270萬 放在聶榮所屬公司的年金裏面 隨著他的壽命越滾越大 你看一下 他非保證 預期的中期紅利越滾越大 Living真是希望 我可以是說得清楚明白 令到你去知道 幫助你退休更加是安心安定安穩安樂 自我增值由莊培自己開始 如果還未訂閱Project Umbrella的頻道的話 立即訂閱 按下鐘仔 Living一有新片 你都會馬上收到通知的 Living我真是很想了解退休規劃的 你找Living之前可以看這四段片 了解多一些將來你退休規劃 你可以怎樣做得好些少 辛苦了大半世了 你想將你的命運翻轉過來 需要透過終生年金配置你的資產 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廣東計劃或者福檢計劃的話 歡迎你和Living去聯絡 每一條片Living都用了好多的時間 心機和製作幫助大家 是退休更加是安穩的 如果你覺得正的話 留言多謝 YouTube就會自動把Living的影片 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功德無良 祝你吉祥如意 多謝 我會有同一會 崩壞 我會有同一會 你會在這支賽ط上